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卫 今天我跟大家聊聊在菲律宾娶个老婆要花多少钱 最近我听到一个在菲律宾的中国小伙子娶了一个菲律宾的老婆 她花了多少钱 震惊到我了 想当年我娶老婆的时候 那真的是太难了 我那时候我们国内有房有车 我那时候跟我老婆谈的时候 谈了一年多我们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房子要买一个的 那个什么礼金要多少 我房子当时我买了一个商品房 首付付了21万 那个礼金十万八千八 再还有那个后面那个女方的那个酒水钱 也差不多拿过去三万块钱 后面就是那个房子装修 那个老家的房子也要装修 这样老家的房子装修花的便宜嘛 随便装修一下 花了三五万块钱 那边的房子我也是 金装修了 就是简单装修了一下 不是金装修 也花了十万多块钱 后面还要拍婚纱 买三斤 找个老婆真的是太难了 但是我花了差不多接近六十万 真是剥了一层皮啊 国内讨个老婆真不容易 那小伙子真是震惊到我了 他讨了个菲律宾老婆 他本来他们菲律宾老婆他还说 他们要去教堂的嘛 租一个教堂 做一下仪式啊干嘛 就是说要花三万块钱 那小伙子还挺有本事的 他跟他老婆说说说 后来他老婆说 那教堂不要去了 后面就是他就到他们市政厅啊 他们那个市长给他们主持一下 主持完了就有人拿一下结婚证啊 他后面就是要去给他们亲戚 摆着酒唱一下KTV 就好了 后面前前后后 花了一千块钱不到 真的是震惊到我了 太震惊了 花了一千块钱不到 那你后悔了 没有没有没有 那怎么会后悔呢 不会后悔的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拜拜